有一个满脸忧愁的青年找到了一位智者 将自己的苦恼一股脑地倒了出来 他跟这个智者说 我研究生毕业之后在局里工作 我们局里有两位资格老的同事 他们没有多少文化 根本没有把我放在眼里 更可气的是 他们俩的工作中配合得非常默契 都能顺手地完成手边的工作 下班之后他们还经常在一起下棋 这一切好像专门在气我表演给我看的 我非常的烦恼和气愤 智者听完微笑地点点头说 你经常看到他俩下班后下棋吗 是的 是的 智者点一点头说 好 我给你说一个关于下棋的故事 有一艘船停泊在码头上 因为风停了 要等待有风后才能起航 过去的船它没有马达的了 都是靠风拉翻 这个船才能动的了 没有风这个船就不能动的了 所以呢 船头有两个人正在下棋 这个时候呢 有一位棋迷啊 挑水从这里经过 他一跑到船头上 他发现他把那个水桶放下 就跳到船头上去观棋子了 一盘棋两个人杀得难解难分 这个挑水的人看到眼睛都直了 一盘棋下完了 挑水的人长长舒了一口气 抬眼一望 四周都是白茫茫的水面 他盲筋道 诶 我的水桶呢 原来他只顾看别人下枪棋 忘记了自己出门挑水的 因为这个船已经开出去了 他都不知道 离码头三十多里路 智者说完 年轻人豁然开朗 与智者告别 这个故事就是告诉我们 有的人整天无所事事 只喜欢对别人品头论足 像资深的一个评论家一样 可是我们人的经历是有限的 一门心思都用在杂事小事上面 一不小心就会把自己的小随同搞丢了 所以这就是八分钟的德与识 对色相的支取 因为他喜欢想象起 所以我们人对苦乐 对感受的支取 有时候就是我苦啊 苦啊 对不对 我快乐快乐 它只是一种感觉 小时候我们都苦过 对不对 我们也有快乐 那是一种感觉 早就过去了 只做一件事情会忘了 我们来人间的目的的 所以那是借贾修正的人生 有时候像一盘棋子 输赢都是暂时的 而能修出六道轮回 那才是人间正道啊